大家好,今天是7月17號星期天 那一樣我要再記錄一下 最近在NFT我做的哪些事情 這禮拜的市場稍微有反彈一點 雖然這個美國公佈 這個通貨膨脹指數 9.1%這6月份 已經算是 不知道是多少年最高的紀錄 但是呢,市場在跌了一天之後 後來又反彈了 接下來就要等7月20幾號 美國聯準會開會 宣布這次要升息多少 才會知道市場的反應是怎麼樣 不過可能這個反彈是一個暫時性的 老實說,我不看好說 就這樣回去了 這是不看的可能 現在比如說以西輪是1200多 有沒有到1300我不清楚 那Bitcoin是在21000吧 還是22000 沒有很仔細看 那我這禮拜 有去買了一個很便宜的一個 事實上我是沒有命到這個免費的 因為人太多 這叫做Purehead 就是 Pure就是 藥丸嗎? 藥釘子 P-H-I-L Pure sorry P-I-L-L OK 那這個呢 呃 也不知道怎麼 它可能系統有問題 總之 那個根本進不去啊 在人命的時候呢 也是大家搶得厲害 我沒有搶到 後來我就在24場買了一個 買的價格算一般 一般啦 算一般低了 0.00 兩個零 呃 五 現在好像是 0.03的底價吧 不是價格很低耶 所以說 賣料賺不了什麼錢 純粹是好奇 我怎麼還沒賣掉 這是第一個 這是第一個 有一個 叫做 Sachronauts Sachronauts 它已經公佈說要 在8月1號抽一個 Boeia Club 好像上次有講過 但是它在MA 這禮拜的MA 它有公佈是 就是說 呃 假如你有一整組 因為它有四個character 假如你買整組的話呢 你可以 它會免費Airdrop 另外一個 呃 叫做 Grim 另外一個 那個第五個 那個character 那所以說 我呢 買了兩組再加多一個 因為我 不小心搞錯了 再另外一個這個 呃 Wallet 買多了一個 不過那個是大概 0.03了 所以沒有多少錢 啊 對我還買了 四個新的那個 Vanus Sport Pass 因為Vanus Sport Pass呢 呃 它有些特別的 是沒有Logo 沒有任何的那個 Sport Logo 應該四個角的Logo 那有的是沒有的 就是可以參加任何一種 Sport 它的那個抽獎 但 呃 我之前有的是 網球跟足球 那現在我買多了 棒球 呃 MMA 呃 高爾夫球 欸 籃球好像也有 總共買多了四個 現在都五個 那假如是說 呃 我的目標是可能買到十五個 它現在的底價大概在 0.2左右 但比起之前便宜很多啦 之前因為 Ethereum的時候很貴嘛 那時候是三千塊嘛 現在是一千二啊 所以 呃 便宜很多 但 難保不會再跌回去啦 那假如是我們軍價 比如說0.4再 買多十個 就是要四個Eath 就是四千塊 那我就可以拿到它所謂的這個 呃 CAPITAN CAPITAN 老實說 不知道有沒有什麼特別的用處 而且現在謠傳是它要 你要用一定的數字的PASS 去BURN 拿到一張 黑卡 是一個VIP卡 那到底VIP卡有什麼樣的 特殊功能呢 暫時未知 那我也不知道 呃 等到它公布之後 再看看吧 那暫時 這個是Gurry V 他的弟弟 AJ 在做的喔 那AJ做得相當不錯 相當不錯 呃 這前90天喔 他發行 到現在是90天嘛 呃 相當的 呃 很多活動啊 發了兩個Mint 拿到兩個 也都相當不錯 一個是那個 阿庫 另外一個是那個 那個 Themedome 啊 Themedome的也不錯 這兩個那個聯名發行的 NFT啊 呃 都還是 雖然是免費給啦 但至少 底價在市場上 可以賣到0.02吧 到0.03 也是 還是OK的 因為現在很多 不值錢的 這種 NFT啊 都是在 免費的 可能都是在 0.02到0.05之間 上上下下 Depends 啊 那個 上次也講到說 我免費 有一根那個 呃 KOD啊 KOD啊 Night of Legend 不知道怎麼念啊 就是 這是一個 也是一個 運動型的 這個 Sports 這個 NFT Project 那他們給我 因為我之前有一個 Players Only 我換了一個 他給我Airdrop一個 那 這個幾架好像在 0.3到0.4中間 這個就稍微 比較值錢一點 然後他們可能要發行 他們的那個 貨幣 Token 叫做 D GEM 是不是 我不知道有沒有記錯 啊 那 這個 他的utility在哪裡 暫時我也不知道 啊 就是 看著辦 就是 大概了解一下 啊 就 紀錄這麼多啦 那可能有 有漏的 好像我還有 一些其他的 現在不太記得 有時候 啊 就有買一個叫 Red Panda 這是一個 在一個群組裡面 有一根 他發行的私人 的是 這個 好像是聯合國了吧 他是嘗試做這種 拯救這個 Red Panda的一個 Foundation 反正他這個也很便宜 0.01嘛 就當作捐錢給他 其他 其他 就拿了一個 這個 NFT 他總共才發行了100個 但其實只有 30個賣出 所以說 就這麼30個 但他這個是 ERC 1155的 1155的 這種形式 不知道以後會 不然換成 ERC721這種 Token 就是 就是one of one這種 Token 嗯 現在暫時未知 現在暫時未知 那總之呢 嗯 就是這樣啊 我們 有空在 大概就是有興趣的話 可以留言 大家交換一下意見 因為現在 NFT呢 的確是一個熊市 那其實 有些 project我是覺得是 非常的是有趣 應該 應該 可以 繼續下去 但的確是 有蠻多的是 大概是 一文錢都不值的這種 一文錢都不值的 那不值得再 再浪費時間 啊 對象到 一個project叫做 那個 Ultraverse 它這在講故事 這應該是 就是 一種 就是 未來故事性 性質 它的主角有 呃 三個 Siri Rona 跟 Oswar 那你要參加 它那個群組 那個 就是猜迷啊 那你會得到 它一個 就是角色 在那個 Discord的一個角色 那這個角色 它就可以給你 免費 呃 Mint 它的這個 NFT 然後再一個 遊戲啊 這個應該是 一個 遊戲 遊戲性質的 可能是 呃 應該是 我 我估計是 馬來西亞 跟這個 呃 新加坡 應該是新加坡這邊的 華人在 在做的 呃 或是說 就是新加坡其實也有 馬來人啊 跟 跟一些印度人喔 好像是怎樣 我不太清楚 總之就是 呃 有一些蠻多 很明顯是 它的姓就是 中文喔 呃 那 參與的人還是蠻多 那個 這個 Storytelling 挺有意思啊 那我也 去參加了 那目前 呃 它應該是 第一季開始 今年看看開始嘛 那 呃 但是我還不太清楚 它 呃 是要怎麼做 啊 這應該是 應該我認為是 屬於這種 遊戲性質的 Plate to earn的這種性質 啊 只要看就是說 它的遊戲到底 夠不夠好玩啊 那 那個 能不能引起 這個 玩遊戲的這種 受眾呢 的一個 呃 呃 受到自己的歡迎 大家願意買 花錢買 買這個角色啊 配件啊 買這些 所謂的 一些 呃 等等這些 福利啊 像這種東西 我是不太清楚 但是 我就跟著看看 那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這麼多了 OK 拜拜